Hello 大家好 我是港馬之王 Melody 1月16日跑馬地野賽 如果想跟朋友慶高彩烈地玩回晚 又怎能少得我手上的 Race Simulator 八場精彩賽事 有了它就不怕不懂部署 第三場的三班一千米賽事 呂建威馬房按一按的能力評級 是全場最高 而狀態亦都是頭幾位 快活谷一千米是按一按的手半路程 和往出賽四次就已經贏出三次 當中有兩次更加是遊客寶冊 今次人馬重逢出戰強項路程 不知 Race Simulator 又怎看呢? 這步的時候 精靈勇進、常山奉寶應聲彈出 寶正勁、振興、中環、明馬 中國動力和奧妙奔紛都快 後一踏的馬有竹金、按一按和金波羅 開始轉樣磨軟彎 步速正常不算很快 精靈勇進在前面單騎領防 兩個馬威之後 常山奉寶守住第二位 中國動力貼欄第三 奧妙奔紛、明馬外疊開始加速 然後內蘭還有竹金、金波羅 震興中華、按一按和寶正勁 幾匹馬走出外擋 進來之後直路 帶頭型氣精靈勇進 常山奉寶中國動力一起化力走上來 抄出大岸檔上有明馬按一按 最後200米 前面精靈勇進還有一個馬威優勢 常山奉寶中國動力追來追都追不到 金波羅、竹金和大岸檔的按一按反而有點進展 前面精靈勇進走勢開始轉躍 這個時候竹金、金波羅一齊一圈奉上來 過終點竹金第一、精靈勇進第二 金波羅第三、中國動力第四 按一按在外擋雖然衝得多厲害 但最後依然邊場莫及只能夠跑第五 Race Simulator 的分析都好讀到 不過我也有我的看法 和剛才有少少不一樣 大家都看一看 按一按上季在二班同情 曾經亦敗過風之子和一寶 後兩區在上場的一班菊草賽事 分別跑鑊、冠、亞軍 所以按一按的能力 應該都有接近一班的水平 至於狀態方面 按一按上將跑不擅長的千二米 都可以跑入第四 狀態明顯復收 所以應該可以調高它的狀態評級 立即看看改完之後表現如何 先看看 這部的時候 精靈勇進、常山奉寶應聲彈出 補正徑、振興中華、明馬、中國動力和奧妙均分都快 之後還有按一按 後一踏的馬有竹金、金波羅 開始轉讓眉遠彎 步速正常不算很快 精靈勇進在前面單騎領放 兩個馬位之後 常山奉寶守住第二位 中國動力貼欄第三位 奧妙均分、明馬在外碟開始加速 按一按拍波很聰明 塞了內蘭到第五位 然後內蘭還有竹金、金波羅 進來之後直路 帶頭仍然是精靈勇進 常山奉寶、中國動力一齊發力走上來 總當按一按 嘩!已經殺到上來 最後二百米 前面精靈勇進還有過幾馬位優勢 按一按越迫越近 常山奉寶中國動力就熬 我當上來還有竹金 前面精靈勇進開始轉躍 這個時候按一按和竹金一齊在我當沙上來 過終點按一按第一 竹金第二 精靈勇進第三 中國動力第四 大家一於透過QR Code 或者這個網址 免費下載Race Simulator 已經下載了 還等什麼? 立即調整你的心水數據 預殺賽果 到來 到來